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出来了 很多人都关心 说这个金教材对于我之前学的内容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是四点拿到的 然后从医院赶回来 之后快速的过了一下 就说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对比 对比到了桥梁 通过我对比到现在 我发现总共改了四个地方 前两个地方是增加的 增加了什么 就是坐标法和GPSRTK技术 它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对于你备考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一章给大家变化的 第二章呢谁呀 考的是路面对吧 路面的话本来呢有一个AN 现在给说AM 我在讲课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做了公改 还是在第二章 第二章哪呀 有一个本来是呢 低温下养护两小时 它改错了改成了12个小时 好除此之外 我们的技术部分就跟大家没有任何的影响了 也就是说你前面学过的内容呢 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该学了 那就是学到了 好了 那从管理部分呢 开始啊 做了修改 但是呢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呀 为什么我还没有讲的那个地方了 对吧 那主要是改在哪 主要是改在了质量那个地方 他把质量的一些检验项目做了修改 那对于检验项目的话 对于大家考试来说 也最多就是考两分 再就是考了个什么 把那个质量的平定给删掉了 也就是说让你算一下他到底达到了多少分呢 算合格啊 低于大于等于75分算合格 小于75分的话算不合格 哎 这个案例题呢 五分的考点呢 给删掉了 那除此之外 哎 我们这本书呢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说呢 某个出版社 他每年呢 来做教材的变工 那只是为了进行涨钱 他今年呢 删了十页 删了十页呢 是涨了一块钱 然后呢 把里边的大标题一二三四呢 改成了蓝色的字体 这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 啊 再就是他去年的话 教材变化很大 你会发现 他应该是在二件考试结束以后 结束的左右 二件考试前后的时候 就到了月底了 然后呢 才出教材 今天二件呢 也是变化大 他出教材出的晚 但是变化小 他这么早就出来教材了 啊 所以呢 有点那个市场垄断的一个嫌疑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安心下来跟我学习就行了啊 学习就行了啊 说没有买教材的呢 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明师讲义 抓紧会做修订 我上课的讲义呢 也会做修订 你跟着我的思路来走就行了啊 影响不是很大 好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 讲的是什么 大跨境桥梁 以及隧道施工 也就是说我们的桥梁呢 已经接近尾声了 啊 主要的内容呢 第一个呢 是钢桥施工 钢桥的讲义呢 大家拿出来 是在什么 在4月25号那天的课上啊 有留了个尾巴 剩下的话 什么 西拉桥的施工 考过案例题 选锁桥的施工啊 还没有考过啊 治疗通病及防治措施 选择题的考点 稍微注意一下即可 那这前面这4个的话 是我们什么啊 桥梁的 除此之外的话 第5个和第6个 根据我们上课的进度呢 来决定到底能不能讲到 第一个呢 什么隧道的维研分解 及隧道构造 维研分解的话 已经考过多次案例题了 就是说给了你一个数据 让你来判断一下 这个隧道的维研 它到底是几级啊 再看 地质的超前预报 和监控量测技术 其中呢 超前预报 其实提前呢 做地质的勘探 选择题的考点 那我们边开发 边做好监控量测 对吧 有哪些属于必测项目 哪些属于选测项目 在进行监控量测的时候 如果出现异常的时候呢 如何处理案例题的考点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去重点注意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相关的内容 首先呢 还是一样啊 然后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18年的教材啊 因为新旧教材呢 没有做变化 我找一下页码是多少页 页码的话 应当是在第201页啊 201页啊 201页好 开始了啊 来开始了啊 好 来看一下钢桥施工 钢桥施工的话 在2018年考试的时候呢 考了一道选择题 考了一道案例题 案例题呢 大概呢 考了有8分左右啊 6到8分 好 来看一下第一个呢 概述 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呢 不做掌握 我们稍微呢 了解一下即可 啊 你看 按照力学来 体系呢 来分类 钢能够 我们的钢桥呢 有什么 有梁式桥 有拱桥 有锁桥 还有什么 组合体系桥 那不就前面那种吗 对吧 按照主梁的结构 就是我们那个梁板 那有什么 有钢板的 就是这个梁呢 纯式钢板 有什么 有钢香梁 是用钢制品的做的梁香啊 就是我们的混牛土香梁 变成什么 变成了钢制的香梁 有什么 钢横 钢横梁 就是我们的一个个钢横架 就类似于贝利片似的 啊 还有什么 还有组合的 前面的进一步的组合 啊 按照截面 沿着跨度有无变化 有什么 有等截面的梁 有变截面的梁 就是说我们从这边到另一边呢 它的整体的梁呢 它的截面呢 是一样的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就是呢 哎 它的整体的截面呢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还有呢 是不是变截面 就说我们呢 跨度呢 比较大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它的中间的截面呢 是有所变小的 啊 按照连接方式 有锚接 有焊接 有栓接 有栓汉连接 重点掌握住栓接就行了 一般用的是 高强度螺栓来连接 啊 按照基本体系 有杆劲的 有钢板的 有钢管的 啊 这个点呢 不要求你去掌握 你稍微注意一下 一个基本的点就行啊 基本的点就行 好 那你看一下这个 那这个的话 它就是我们你看 就是横架 同时呢 它是一个个的钢杆 对吧 杆系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什么 这是我们的管式的啊 管式的 好 还有这个呢 这是我们的板式的啊 板式的 好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了解 来看一下啊 刚才的主要特点 那这个呢 当做一个选择题的考点呢 来了解一下就行了 就是下列关于钢桥的特点 说法中正确的事 或错误的事 好 第一个 它的材质呢 比较均匀 工作可靠度高 因为它是在工厂里边制造出来的 对吧 所以呢 它的抗拉强度 抗压强度 抗减强度呢 都是比较高的 各种抗都很高 所以呢 相对 相对同跨度的桥梁来说 它的自重是比较轻的 你想想呀 就像我们这个啊 就像我们这个 你来看 那我这是一个桥 对吧 那如果说我交住同样截面的混凝土的桥的话 那肯定是比较重的呀 所以呢 在同跨度的情况下啊 你要注意一下 是在同跨度的情况下 那如果说不同跨度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重量啊 那肯定是没法来相比较 在相同跨度的桥梁 所以呢 高桥来说 自重呢 比较轻 它的重量呢 比较轻 便于运输和安装 适合修建大跨度和特大跨度的桥 第二个啊 塑性韧性比较好 抗冲击和振动性能好 不易突然断裂破坏 就说本身的刚才呢 它的韧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不容易突然发生断裂破坏 好 再来看 适合于工业化的生产 因为我可以在什么 在工厂里面批量的生产出来 然后现场的焊接连接 然后应于修复和公换 因为我是连接起来的话 哪个地方坏了 我把这个杆件给它拆下来 再重新去公换一下 不就行了吗 对吧 那当然适应于战备和灾害恢复的 快速抢修 那你想 如果是火牛土的桥 它坏了之后 你怎么办 你肯定是需要先封闭交通 然后呢 该做支撑做支撑 该做拆除做拆除 很麻烦 好 但是呢 它有一个证明的缺点 是吗 应于腐蚀 所以呢 要做好防腐的措施 然后呢 维修的费用比较高 这是特点 在特点这里边呢 没有说那个坑 有一个坑 大家注意一下 不是说钢桥它自重轻 是在相同的跨度下 它的自重是比较轻的 相同的跨度下呢 自重比较轻 这是一个 好 再来看一下材料 因为我们说啊 刚才也说了 钢是材料 钢是材料 钢是结构 对吧 那用我们的钢材料 制成的钢桥 那这个原有的钢材 那它要满足什么桥的呢 来看一下 材料呢 应当有生产厂家的 质量证明书 它要生什么 生产证啊 就身份证啊 要满足质量要求 不能说是随便的一个钢材 就能来做钢桥 一定要有什么 质量证明书 有证明书就行了吗 不行 还得有什么呀 还得进行抽样敷验 你说好不行 我还得去抽样 满足了要求之后 方可使用 按照同一厂家 同一材质 同一板后 同一出厂状态来说 我们每十个批号 或每十个乳号呢 抽检一组 减其化学成分 看一下 其实呢 它的主要的有害成分呢 不就是碳元素吗 如果碳素 碳越高的话 它的脆性呢 越大 这肯定是不好的 就能检查一下 它的有害成分 以及它的什么 力学性能 同时呢 再来看一下 做焊接实验 因为刚才呢 它是需要做焊接的 有的地方呢 是需要焊接起来的 那我们在正式施工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看一下焊接实验 看一下它的焊接性能 焊接的质量 是否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如果有锈石的啦 之类的话 不要去使用 不要去使用 最好不要使用 那它的断口处呢 不能有分层夹渣等缺陷 这个呢 也是一样 不要大家去死定备 稍微当做一个理论呢 注意一下就行 那来看安装 那这个的话 开始呢 就需要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的了 钢桥的安装 好 首先呢 来看一下第一个点 钢桥呢 要根据跨境大小 河流海域的情况 起掉的能力呢 选择安装方法 就是不一样的跨境 那我肯定安装方法不一样呀 啊 有的地方呢 我需要怎么 需要去从按的一边 推到另一边就行了 有的呢 我拿一个起掉设备 直接给它放上去就行了 有的呢 我需要用船给它运过去 啊 安装前呢 对临时支架支撑 吊机等临时结构和钢桥结构呢 啊 本身在不同的受力状态下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呢 进行验算 就看一下它的抗破坏能力 它的稳定性 它的失稳 是否满足要求 不至于发生变形 不至于发生破坏等等 啊 同时呢 检验出场合格证明 以及质量证明书 啊 这些呢 就说是先一般要求这里边的 啊 应对桥林的顶面的高层 中线啊 各孔的跨境进行覆测 就是我们在正式安装之前 我们要对原有的啊 原有的什么 桥墩呢 进行检测 检测什么呀 第一个 检测桥墩的顶面高层 因为这边呢 有很多桥墩 对吧 我们是要在桥墩上呢 安装我们的钢桥 那你桥墩呢 要保证他们整体的 他们的整体的标高 在统一的直线上 这样我们安出来的钢桥呢 它的统一的标高呢 才会满足要求 所以要检查一下 它的顶面高层 同时呢 这个桥呢 要红 要怎么办 要有一定的走向 你不能给它安歪了 所以呢 我们要保证 桥墩的中线 是满足要求的 整体的桥的啊 桥的中线呢 是满足要求的 这样的话 我们安出来的桥 它的走向呢 才会符合我们的要求 以及各孔的跨境 就来看一下 桥墩与桥墩之间的距离 是否是 它是多少 因为我说 不一样的跨境 我可能安装方法呢 是不一样的 啊 来进行一个复测 好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啊 然后呢 安装的时候 不能在现场 对结构感界 进行未被 未被批准的 临时性的焊接 和切割作业 啊 我们的焊接和切割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它一定是要什么 要经过批准 要有动火作业 啊 你要保证焊接的质量 同时呢 要保证现场的安全 同时 人员焊接呢 一定要持重上扛 不能随随便便的 就焊接和切割 再就是 保在施工的时候呢 保证其内力 变形 线形 以及高重 符合要求 就说白了 第一呢 钢桥呢 在施工的时候呢 不要随便的受力 就是它内部呢 不要随便的受力 受力了之后呢 可能会导致钢桥呢 发生变形 同时呢 要保证这个钢构件呢 它的什么 它未来呢 不是要修桥吗 所以呢 它的线性呢 是要 就是它沿着我们桥的走向 它的线 所有的线性呢 是要满足的 以及它的标高 也就是高重 要符合要求 这样呢 修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桥 才是你希望的 横平竖直 按照你希望的走向 去走的啊 它在统一的 一个截面上去 一个截面上去 好 这说的是这个 然后呢 架设方法 架设方法的话 已经考过了 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选择题 考虑到选择题 选择题的话 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就是说 如果是钢桥 刚刚不说了吗 不一样的跨境 不一样的环境 我选的架设方法呢 是不一样的 好 第一个 自行吊机 整孔架设法 我们跟前面的桥呢 是一样的 前面的桥是什么 用一个塔 用一个什么 起重的机械设备 自己把它吊起来 所以呢 它是用什么 短块镜的钢板量 如果太长了之后呢 它这个桥呢 它也比较重 对吧 那如果说你用 用我们的自行吊机呢 来吊的话 也不好去吊 而且吊起来的时候呢 它可能怎么办 发生左右的晃动 所以呢 是用什么 短块镜的 那门架 吊机 总孔架设 门架呀 什么 龙门 跨墩 龙门架嘛 给你一个桥墩 这是桥墩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在上面架设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有个跨墩 龙门架 对吧 然后呢 按在这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钢桥呢 运到这 然后呢 用起重设备呢 把它给吊起来 然后呢 运到我们的桥墩上去 所以说跨墩龙门架 你想想 它适用于什么呀 哎 地面没有水 或少水的环境 同时啊 能够修建低路低战桥 铺轨道的条件 你说跨墩龙门架 或者门架吊机 它是需要轨道的 是需要轨道的 适用于没有水 或比较少水的地方 要不的话 这个轨道 它不方便铺设 我也没办法去重设运行呀 好 再来看第三个 叫浮吊架设法 浮吊的话 就是这个船 它本身自己呢 就有起吊的能力 就我自己呢 能够在水里去行驶 同时呢 我还能怎么 把这个梁 给它吊起来 所以呢 它是用于什么 水呢 比较深的地方 你想想 我吊了它 我肯定是在水里呢 我的趾线呢 就会往下降 如果水比较浅的话 那我不就直接搁浅了吗 所以呢 我浮吊的话 这样的 还有什么 还有支架架设法 搭设上支架 然后呢 进行一个施工 净空不高 水深比较浅的一些条件 拦锁掉机拼装 拦锁 在空中呢 我们现在搭设上了拦锁 然后呢 慢慢的从地上 把我们的钢桥呢 给它吊起来 吊到规定的位置呢 进行一个焊接拼装 所以呢 它剩余什么 各种情况 啊 剩余各种情况 你就记着 它是各种就行了 好 还有什么 还有转体施工 转体施工 刚讲过去 啊 那它是因为桥上呢 有交通条件 可能会造成影响 所以呢 我们在两边施工好了之后呢 给它转过来 它一般剩余什么 真懂夸定的 如果太大的话 有安全隐患 啊 顶推华仪 刚刚给大家讲过了 什么顶推法 啊 顶推法 那就说是 在桥头的 在桥头做好了 然后呢 慢慢的给它推到另一侧去 啊 剩余 单孔或多孔的桥梁 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拖拉 拖拉架设 啊 是用于没有水 或者是水深比较浅的 你看 前面呢 是推 这边呢 是拉 就是方向不一样而已 一个是在后面推着它 往前走 一个是在前面拉着它 往前走 就是方式不一样 是用于没有水 或水深比较浅的地方 这样的话 我们方便去立一些支墩了之类的 大家看浮运 浮运架设法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浮运拖拉架设法 那这俩有什么区别 它们都适用于深水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这个船呢 本身是没有起吊的浓力了 我这个船 只能去把这个钢桥呢 运过去 就在水里上给它运过去 不吊它 运到我们规定的桥墩位置之后呢 有专门的起吊设备 再给它吊起来 浮运 跟我们前面这个什么 跟我们前面这个浮吊 是有区别的 就是一个呢 一边浮着 一边吊 一个呢 只运 运到规定的位置之后呢 再给它吊起来 剩余深水的地方 那这个呢 是怎么办 这个就是说 这个船呢 它不去 它不会走 它需要怎么 它一边运着这个钢桥 同时呢 还需要有额外的船 去拉着它走 那也剩余深水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什么 悬臂拼装 以桥墩作为支点 零号块 左右两侧对称去拼装 怎么办 是比较主要的方法之一 方法呢 给你简单的做一下介绍 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好 然后呢 看一下安装要点 安装要点 好 安装要点的话 那一般就是 预先呢 给它组好了 组好了之后呢 进行一个现场安装就行 那安装的时候呢 有两种 一种是焊接 一种是螺栓连接 螺栓的话 我们来注意一下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高强度螺栓 这个高强度螺栓呢 一般用的是Q235的钢 来进行一个施加用力 制作出来的螺栓 主要利用螺栓 与杆劲之间的摩擦力 来进行连接 所以虽然到于什么 这个高强度螺栓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运用力机 你可以这样来理一下就行了 高强度螺栓 可以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运用力机 它就是什么 用的是Q235的钢来制作 然后呢 它本身呢 施加一点运用力 利用杆劲 与螺栓的摩擦力 来进行一个连接 来看一下 螺栓的连接附的安装 应当在杆劲中心位置调整 准确后进行 也说我们这个螺栓呢 并不说是随便的就能去安装 一定什么 杆劲呢 已经调整好了 它的位置之后呢 再去进行 要不容易造成浪费 高强度螺栓 造价成本还是很高的 高强度螺栓 螺母 电圈应当配套实用 不能随便使用 同时不能在雨中进行安装 容易发生嗅失 配套实用 不能在雨中进行安装 再接着看 它的长度呢 应当与安装图纸一致 安装时穿入的方向 应当全体桥一致 也说这边呢 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螺栓 对吧 然后呢 螺母呢 在这边进行一个凝结 所有的 整个桥上来说 那都用到是这样一个方向 你不能说 有一些呢 是这样的 有一些呢 是这样的 啊 要保证方向呢 是一样的 啊 方向是一样的 然后呢 用当自由穿入孔内 不能强行敲入 因为我们主要是利用 它与感界的摩擦力 来进行连接 对吧 那如果说强行敲入的话 可能会造成高强度螺栓 内部硬力的一个损失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说 用力钢筋不能用电弧切割 造成用力损失呢 其实是一样的 啊 如果不能穿入的话 我们用当什么 用当采用的是脚刀进行 脚孔修种一下 就稍微的给它修种一下 能够进入就行 啊 严禁采用气焊方法扩控 可能你扩大了 扩大就没有用了 我们主要要保证 感界与螺栓之间的是有摩擦力的 是要有摩擦力的 啊 安装的时候呢 不能作为临时安装螺栓使用 为什么 造价成本太高了 啊 然后呢 也不能对螺栓口呢 进行焊接 可能会造成利用力的一个损失 那就作废了这个高强度螺栓 啊 然后呢 高强度螺栓呢 用当当天中拧完毕 一般呢 是什么 出拧 复拧和中拧 出拧 复拧中拧呢 那就是什么 在一天之内凝结完毕 啊 而且拧的时候呢 只能在螺母上呢 施加扭矩 啊 在那个螺母上施加扭矩 不要对它造成利的一个损失 啊 不要对它造成利的一个损失 啊 好 然后呢 它的扭矩扳手 这个扳手 不是说你随便就要用的啊 扳手的话 在最前后呢 均需要进行校正 啊 均需要进行校正 出拧 复拧 中拧 在同一个工作日子完成 就是24小时内完成 啊 24小时内完成 出拧 意为用中拧去的50% 然后呢 复拧 等于出拧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假设的话啊 我中拧 用石牛的力 啊 就是我最后一次拧它 用石牛的力 然后呢 我第一次拧 出拧 我用五牛的力 我第二次拧呢 我还用五牛的力 第三次呢 我要用石牛的力 啊 这样能够保证它拧得很紧定 啊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呢 再来看 前面说的是螺栓连接 再来看焊接 啊 再来看焊接 焊接的话 也是按照顺序呢 来进行 不是说随便的就焊 没有焊接说一般是从跨中向两端进行 这沿着桥的方向来说 从跨向两端进行 那红向呢 沿着桥的宽度呢 是什么 从中间向两侧进行 不管是什么方向 你记着 就是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焊接啊 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焊接 我们要把误差给它放到什么 放到两端去 不要放到中间 背景是钢结构啊 把误差放到两端去 啊 然后呢 钢桥为焊接与高强度螺栓合用的时候呢 焊接的结构应在焊缝和合之后再中扭啊 这个呢 考过 这个考过 所以说呢 你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就说 螺栓结构呢 应当在焊缝和合之后呢 再去做中扭 这样的话 我们扭完了之后呢 就已经怎么 没有问题了啊 就没有问题了 啊 大家看 应当做工艺平定 到底如何去焊啊 然后按照已经平定的焊接工艺呢 去进行 工艺焊接 应当在除锈后 24小时内进行 这个呢 也考过了 考了案例题 就问你说 工艺焊接应当在除锈后 48小时内进行 这句话 有没有错 有 用到多少 24小时内进行 就说我们除完锈之后呢 抓紧焊接 因为避免造成了锈尸 抓紧做后之后呢 焊接完了之后呢 抓紧做防锈啊 抓紧做防锈 好 环境呢 不用管了 好 再来看一下钢桥的质量检验 啊 质量检查 去检验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就行了啊 第一个 对于钢板梁来说 钢板梁来 对于那个梁来说 钢板的梁来说 主要是注意一下它的梁高 说白了就是它的高层 能够保证 它在统一的平面上去 再来看一下 它们的连接部位 因为钢板呢 要么是螺栓连接 要么是焊接 我们要保证连接部位 做得很好 就不方便 日后呢 两个钢板之间呢 连接成一个整体 如果是钢横架的话 那也是一样 就主要注意一下 它是需要去啊 连接的 因为钢后来 就是一个个的钢杆件啊 对吧 一根一根的 给它焊接起来 或者螺栓连接起来 形成那么一个桥 那所以呢 它的重点就是什么 重点的话 就是它的连接部位 那对于钢箱梁来说 它跟钢板呢 一样 它们是需要厚度的 是需要厚度的 所以呢 它的梁高 要符合标准 然后呢 副板的中心距 副板的中心距 其实就是这 说白了 就是它们受力呢 要在一条线上去 受力要在一条线上 再就是什么 需要连接 需要连接 好 下面呢 稍微看一下就行了 防涂装呢 是它的除细的清洁度 粗糙度 因为如果太光滑的话 我们涂上了之后呢 可能会掉下来 所以呢 要稍微有点茅差 安装的实测项目 要注意一下 也是连接 也是连接 好 三角 对 注意一下三角就行了 注意一下三角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考试的时候呢 这道题呢 它考虑有点闹心 有点闹心 考过 考过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有点争议性 有点争议性 你来看说 适用于潜水河流的 大跨境的 安装方法的有 第一个呢 是潜水河流 第二个呢 是大跨境了 对吧 好了 那第一个 我们来 你看这讲义呢 你来做 因为你可能历史办活呢 你做不出来 因为你觉得难嘛 好 第一个 门架吊机 其实上门架吊机的话 你想刚才给大家讲了 它剩余 要么是地面 要么是无水 或少水的环境 而且方便去铺设轨道 对吧 其实这个呢 是保险期间的 是不应该去选的 是不应该去选的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呢 什么 是浮运 你想想 浮呀 我怎么浮呀 我得游水才能浮吧 是不是游水才能浮啊 那怎么办呀 我需要在深水的环境中 是不是才行啊 好 大家看 自行吊机 还有个拖拉架设法 拖拉架设法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是你来看一下 自行吊机 自行吊机的话 它一般是用于什么 短跨境的 小跨境的 如果太长了的话 那吊不起来 吊起来呢 或者有安全隐患 那这个呢 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好 还有什么 支架的架设法 它用于是潜水的时候呢 是可以的 最好的话 最好的话 大家选C和E就行了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 你选C和E 是对的 但是呢 今天拿到了一件真题之后呢 发现 命题老师呢 还觉得A也对 还觉得A也对 我在这边呢 就给大家提个醒啊 来给大家提个醒啊 就是说是A这个选项的话 我们真正在考试的时候呢 肯定不要去冒险选 因为我们实在 这道题呢 就是有中意性的 就是有中意性的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谁呢 你想它适用于什么 无水或少水 少水的话 代表的是潜水吗 不一定呀 那可能我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小河 就是一滩水 而不是说是 总条河里边都有水 因为这是 这个地方呢 是有中意的 保险起见 选择题呢 你就选C和E就行了 你不要去冒险的选A 不要去冒险的选A 当然你选A了 只能说你减到了这个地方 万一当时老师认为A是错的 对吧 那你就这两分 一分没有了 一分没有了 这只能说有个中意 有个中意 所以有中意 有中意 有中意 然后呢 这那个 同时呢 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那是 只能选C和E 选ACE 选ACE 拖拉架势法 你再去好好看一下讲义 是吧 看一下 你再去看一下教材 看一下教材 这个地方拖拉架势法的话 适用于什么 较浅的地方 较浅的地方 易于什么 易于之 易于那个荔枝墩的 利于荔枝墩的 今天不会再考了 不会再考了 放心吧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3074 斜拉桥 这样的话 就是今天晚上的讲义了 你拿出来吧 斜拉桥 在教材多少页 斜拉桥的话 在教材205页 好 这个地方呢 考过案例题 考过案例题 也不是很难 好了 斜拉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用的是 梁塔索 三种基本构件 来组成这么一个桥 那也就是什么 来看我们这个图 首先的话 竖子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做塔 红字呢 叫做梁 然后呢 用我们的锁呢 把这个梁呢 给它进行滴流着 然后连接从一个整体 斜拉桥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选择题的考点 斜拉桥的主梁呢 按照受力状态分为 漂浮体系 支撑体系 塔结固梁体系 和刚垢体系 首先呢 你要明白 什么叫刚垢体系来着 什么叫刚垢体系来着 欢迎啊 什么叫刚垢体系 固结到一起 没有支撑了 对吧 没有什么 没有支撑 它就是直接呢 成为一个整体呢 固结到一块去了 所以呢 你来看 刚垢体系 梁 塔 桥墩 互相呢 固结到一块 形成了一个刚垢结构 就像我们这个图 你来看 你来看这个地方 啊 我们的梁 在这里边啊 你看 这是塔 下面呢 有桥墩 它们成为一个整体了 说塔跟桥墩 是一个整体 同时呢 你又会发现 这个呢 桥墩呢 又跟我们这个梁呢 它们中间呢 是没有任何的支撑 直接呢 连成一个整体 是吧 叫做刚垢体系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叫漂浮体系 顾名思义 漂着 对吧 漂着的话 那怎么办呀 那就说是 来看 塔和桥墩呢 是一个整体 但是 塔跟梁呢 是分离的 我们斜过来看 你看 如果说这是一个塔 下面呢 是桥墩 塔 桥墩 然后呢 梁呢 在这儿 会发现 怎么办呀 我们这个梁 跟它之间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彼此是分离的 只在什么 只在两端有支撑 其他的呢 均被用狭锁来滴流着 来看我们这个图 你来看 我们的梁 你看 塔跟桥墩呢 是一个整体了 但是在这里边的话 什么 梁 跟这个塔之间呢 是有一个圈的 就代表的吗 他们没有连到一块去 啊 就是说在全程呢 他们都需要用这个斜拉锁 来进行滴流着 然后呢 两端呢 有一个支座 来进行一个支撑 是吗 飘在空中啊 飘在空中 下面呢 没有任何的支撑 啊 没有任何的支撑 好 再来看第二个 叫什么 叫支撑体系 又成为半漂浮体系 它也是一样 塔跟桥墩呢 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 塔跟梁呢 是分离的 但是梁呢 不仅呢 在两端 有支撑 而且呢 在桥墩处 也有支撑 当然是什么 是支座 不是固结 那你来看 那也是 你看 桥墩 是跟塔 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 跟梁呢 没有分到一块 那这个梁呢 除了在梁端 有支座 然后呢 在桥墩上呢 也有支座 是吗 半漂浮 啊 半漂浮 好 再来看 下面这一个 啊 塔梁固结体系 是吧 塔跟梁 是一个整体 塔跟梁 成了一个整体了 并且 支撑在桥墩上 就塔和梁 连接成了一块了 但是 它在桥墩上呢 是有支座的 啊 是有支座的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大家注意一下 啊 就说是呢 你在考试的时候呢 能够根据描述呢 选择出来就行了 怎么选啊 哎 漂浮体系 注意一下 彼此间呢 是分离的 但是 它在 只在两端 有支撑 半漂浮 或者支撑体系 彼此间呢 是分离的 它在桥墩上呢 有支座 两端呢 有支撑 在桥墩上有支座 好 那对于刚构体系的话 它们是一个什么 刚性的互为固结 成为了一个整体 啊 对于塔梁固结体系的话 就是什么 它们固结 并支撑在东上 找关键词来记忆就行 啊 找关键词来记忆 有人问 说 没有连到一起 塔怎么固定 我发现 你是不是有点偏了 你万一 我觉得你要问的话 你会问说 既然说塔跟梁 没有连到一块去 那梁怎么来稳定 你这个问的话 还有点水平 对吧 那你这个塔的话 你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塔啊 我们这个塔 塔的话 就是说是 希拉桥的那个塔吗 有什么 有钢结构的塔 有混凝土结构的 有用力混凝土结构的 应该是混凝土啊 不是混泥土 好 好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塔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塔呢 不是单纯的 你说就是一根线 在那里的啊 就是个电线杆子 那肯定说是 它不 它有一定的厚度的 有一定的稳定性的 好了 我们这个塔的话 它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桥墩的往上延长 你来看 首先的话 我们先在这个地面呢 做好基础 通过这个图呢 你来看 这个是什么基础 是装基础吧 所以呢 我们要把装基础呢 给它形成一个整体 那好了 在上面呢 放上成台 放上成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桥墩了 我们刚刚说了 其实塔呢 就是一个变相的桥墩 那好 我们来看 首先的话 不是你做好了成台之后呢 不是说立马的就要去做这个塔了 那我们要干什么呀 先在这个成台上呢 你会发现这个图呢 它是不是又多了这么一点 等等东西 这叫什么呀 这叫塔座 塔座 保证塔的一个稳定性 先把塔座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呢 做我们的下塔柱 其实说白就是在那乔墩 然后呢 下塔柱做好了 中间呢 放一个横梁 来进行一个连接 保持它的稳定 然后呢 做上塔柱 当然有的时候呢 还会中间有个连遮 那怎么办 再去做中塔柱 再去做横梁 再去做上塔柱 然后呢 上面还有个什么 拉锁的某固区 也就是说我们那些拉锁呢 都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某固 进行一个某固 好 这个图呢 稍微的注意一下 稍微的注意一下 在什么 在乘塔上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塔座 做一个塔座 横梁当系列来考虑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 你看 这个塔座的形式 有什么呀 第一个呢 是顺着桥的方向 有单柱式的 有道外式的 有A字形的 等会给大家看图 顺求 第二个呢 什么 是有横向的 有什么 有柱式的 一根 有门式的 你看 这个相当一个什么 相当一个门 相当一个门 有什么 有A字形的 有道外形的 还有什么 还有钻石形的 或者叫做零石形的 形状呢 你稍微了解 就说是 我们为了让大家理解 塔柱呢 所塔的有什么 形状 来给大家配一下 配一下 好 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图 你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顺桥呀 你来看我们这个 发现了这个塔 它的位置 你来看 这个塔的位置 跟这个塔的位置 有什么区别 你来看这两个塔 不要是歪的问题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在桥的一侧呀 哎 是不是在桥的一侧呀 桥的一侧上呢 然后呢 你来看 它是这样来进去拉着 所以呢 这是什么 这叫做顺着桥 它就在桥的一侧 然后顺着桥的方向呢 就给它滴流起来了 你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怎么呀 它直接横在我们的桥上 对吧 所以叫什么 叫做横向 啊 这是顺着桥的方向 去在一侧放的 啊 叫顺着 然后这个呢 这是我们的横向 啊 横向 啊 这是我们的横向 好 这样的话 来看一下 我们真正要考的 那这个点呢 刚才有人说 13年考了 考的话就考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锁塔的话 一般呢 用的是混凝土的结构 啊 混凝土呢 是比较多见的 那混凝土的话 我们如何去交注混凝土呢 对于这个塔的话 一般适应于什么 爬模法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爬模 翻模 和滑模的区别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叫什么 第一个呢 叫翻模 什么叫翻模 来着 好了 这是一个混凝土的结构 对吧 我们再交注 我重新画一下 这是一个混凝土的结构 我们在交注混凝土的时候呢 那里外面呢 要先给它立上三层模板 但是围着这个桥墩 或者这个锁 这个桥墩呢 是不是一圈在讲桥墩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围着这个桥墩呢 转一圈 有三块 当这个混凝土达到强度了以后 我们将这块模板 用塔雕给它雕起来 然后呢 放到这个的上面 然后接着去交注 当这一块的混凝土达到强度了之后呢 用塔雕 雕起来呢 再去往上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翻模 它不适应于沿海地区 为什么 沿海地区 风大 容易出危险 啊 再来看 第二个呢 叫滑模 滑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式一圈 就没有给大家放动画了啊 在桥墩的地方呢 有给大家讲过了 好 然后呢 中间的话 是我们的混凝土结构 我们呢 在中间的立上支撑 用千斤顶呢 来作用 当混凝土 胶住完了之后 千斤顶回油 开始慢慢的呢 往上滑 慢慢的往上提升 好 那你想想 我们这些塔的话 它都是比较斜的 对吧 如果说我用的是 这种滑模的话 它不适应于 慢慢的我们往上爬 你想 如果是这种竖形的结构 那肯定是好往上滑的 那如果是斜的话 我们千斤顶 你看 这个作用杆 它是竖直的 千斤顶呢 也是竖直的 它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两侧模板滑形的趋势 所以呢 适应于 倾斜小度比较小的地方 如果倾斜度比较大 那肯定不适应于滑模 那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叫爬模 比较用的呢 多的呢 就是这个 爬模 你看 它就在一侧进行一个 慢慢的用千斤顶 开始往上爬 所以呢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一个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一个 好 那在施工的时候呢 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机械 啊 用到什么样的机械 第一个呢 用到一个什么 用到塔雕 一般会用到塔 有的时候呢 可以往上掉一些东西 啊 一台施工电梯 电梯 方便人进行上下 还有什么 混凝土的胶柱设备 因为我们要胶柱混凝土呀 对吧 还有有供水设备 还有什么 养护设备 这是我们要用的施工机械 也考过啊 也考过 好 再来看一下索塔的施工要点 啊 索塔施工要点 好了 除了要配备 它吊塔 塔吊之外 就是我们吊一些设备 往上走 或者吊一些购卷 那我们还要配备工作电梯 及安装安全通道 就方便工作人员呢 进行上下 啊 方便工作人员呢 进行行走 避免呢 造成安全事故 你不能说 让工作人员呢 从上往下 顺着杆 往下滑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设置电梯 啊 施工的时候呢 要对其 索塔的平面位置 断面尺寸 倾斜度 硬力 和线形呢 进行监控和量 监测和控制 就是说 看一下我们这个塔的位置 是否对了 看一下它的断面尺寸 其实呢 就是什么 它的长度 它的宽度 它的厚度 是否满足要求 塔呢 不要倾斜过大 倾斜过大的话 那直接就断了 就折了 比比萨尔斜塔 对吧 慢慢的倾斜了 啊 然后呢 内部呢 受力呢 要均匀 然后呢 现行 啊 现行 啊 施工的时候呢 避免塔梁交叉 施工干扰 就是说 你在做塔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你不要去做梁 啊 做塔的时候呢 不要去做梁 因为可能就是说 上下同时施工 会有安全隐患 所以呢 我们做塔就做塔 塔做的差不多了之后呢 再去做梁 避免呢 交叉干扰 如果非得要做的话 一定要有相关的安全措施 塔柱施工的时候呢 要对各个阶段的塔柱的强度和变形进行计算 啊 强度和变形的进行计算 啊 因为我们说了越高 它内部受力呢 是越大的 容易发生变形 所以呢 我们分高度设置横撑 就像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这些横撑呢 这就是要保证它怎么 保证它整体的一个稳定性 避免呢 因为受力过大 因为内力呢 不均匀 不稳定 发生锁塔的一个坍塌 啊 坍塌塌 好 再接着啊 再接着啊 那一般来说的用的是输送泵施工 就是这个泵上从下呢 直接往上输送就行了 如果超过一台泵的工作高度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的消防水 消防车在楼下救火 如果说它往上喷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都没有问题 到如果到了二十楼的时候呢 它奔不上去了 怎么办呀 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就如果太高了 我这个火牛土送不上去 怎么办呀 允许接力奔送 啊 就是我送到一个位置 然后呢 你再接着往上去送就行了 啊 但是要做好相关的设置 啊 一在锁塔施工中的设置进行的钢骨架 啊 之前给大家看过钢骨架 对吧 它不知单纯的 红的 竖的 它还有什么 有一定的斜向之冲 保重呢 它是一个什么 稳定的状态 这样呢 我们在受之后呢 钢筋的架力了 安装了之类的话 能够保证一定的稳定啊 保证一定的稳定 好 大家看施工测量 施工测量呢 已经考过了一次案例题了 啊 所以呢 不要求大家做重点掌握 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呢 什么 建立平面控制网 你要知道 我到底在哪个位置 修我们的这个锁塔 对吧 第二个 我这个塔底的高层 到底在哪 高度 你要控制好它的标高 那首先要控制谁 控制塔底的高层 然后呢 塔底的轴线 它的边线 它的中心线 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保证 它的位置是准确的 还有一个什么 这一个是塔座啊 塔座的模板轮廓 因为我们说了嘛 已经确定好了 它到底它的高度在哪 它的高层在哪 它的中心线在哪 但是呢 我们要具体要确定 我到底要在哪个地方放模板 确定好 上下塔柱 接横梁模板 各接高轮廓点 就是要确定好 我要大体能 在哪个地方织模板 你先提前呢 给我测量好 然后呢 塔柱的基础程量观测 在施工的时候呢 因为施造力 可能会发生往下沉降 骨架 锁毛管 也模板安装的调整测量 在施工的时候呢 这些骨架啦 毛锁管啦 这些模板呢 要随时进行一个调整 避免呢 位置呢 发生误差 发生误差 那因为它里边呢 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用力 所以呢 要考虑一下 如果阴性张拉 可能会进去收缩啦 或者火牛土 焦住的时候呢 产生下沉啦 要进行相用的 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 这个地方已经考过了 你弄考过了 不要求呢 你再去说死机用备了 你稍微的注意一下 其实呢 就大体这样来想一下 我们怎么来 记它的施工测量 第一个 你要告诉我 它大约呢 在哪个位置呢 进行锁塔的建设 所以那有什么 平面控制吧 第二个 我要具体呢 在哪个地方进行 那怎么 要保证塔底的标高 满足要求 保证塔底的轴线 就是我的中心线啦 我的边线呢 已经有一个具体的轮围呢 你要给我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呢 我要干什么 我要织模板了 对吧 我在哪个地方织模板呀 你要把我一些塔座的模板轮围啦 我的上下柱啦 或者红阳的模板的轮围呢 进行一个放样 好了 这是我们的具体施工 在施工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生变形 什么变形啊 基础呢 可能会发生沉降 对吧 我们一些骨架啦 模板啦 可能会发生调整 还有一些变形引起的一些那个沉降 要做好那个监控量测 啊 好 然后看一下这个锁塔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做主梁了 主梁的话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加了流 加了一个流通图 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 它到底如何去做的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是测量方样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什么 前面这两个地方 我到底在哪个地方做锁塔 我到底在具体的位置 来给它进行施工 测量方样 测量方样之后呢 开始施做塔座 啊 塔座修好了之后呢 我们下塔柱的施工 什么 把我们下面的两个塔柱呢 给它做好 因为它 如果说单纯的两个塔柱 那可能不稳定 修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呢 要给它连成一个整体 连成一个整体的话 就是衡量施工 下衡量 然后呢 再去做中柱 好 然后呢 中 做到一定位置 啊 做到一定位置 我们要把什么 把主梁的零号块 先给它修好 修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去做我们的柱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去做衡量 衡量做好了之后呢 再去做柱 上柱了 这个地方呢 是中柱 啊 下柱 上柱 最后呢 把我们的顶部的什么 连接我们的斜拉索的位置呢 给它做好 就行 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 注意一下 它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我们的梁 因为在这个地方说的是 连到一块去的 所以呢 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给它做好 就要给它做好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 怎么去施工 施工的话 大体呢 分为四种 那我们稍微不用去记了 什么呀 就是顶推法 讲过吧 平转法 平行的旋转 支架法 旋臂胶注法 旋臂平转法 不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吗 它主要用这四种方法 所以呢 你要大体的知道 这四种方法就行了 好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主粮施工的时候呢 必须要进行施工控制 机对两体 每一施工阶段的结果呢 就详细的检测分析和验算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是 干完了之后呢 再去检测 我每做一段 我都要检测一下 我要保证什么呀 我的主粮的现行啦 它的标高啦 它的锁 它的位移啦 是要满足要求的 只要方便我们最后呢 修出来的桥呢 是满足式的要求 就是我每做一阶段 我都要去检测和验算 每做一次呢 就要检验 每做一次呢 就要检验 保证主人的现行 是我们希望的那个纵向的走向 保证它的标高呢 在统一的平面上去 保证锁塔受力了之后呢 不要发生明显的位移 不要发生明显的位移 好 如果设计为漂浮 或半漂浮体系的时候 因为塔跟梁呢 是分离的 对吧 只要在施工的时候呢 应当先做一个临时的团结 这个教材呢 写的是团结 我们认为呢 他应当是有写错了 应当是固结 教材呢 写的是临时团结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 漂浮和半漂浮体系 他们的塔跟柱 是一个整体 但是塔跟梁呢 是分开的 对吧 所以呢 为了保证施工的一个安全 我们先在施工的时候呢 将谁呀 将这个梁和塔呢 临时的固结到一块去 啊 当施工完了之后呢 再做一个体系的转换 啊 再做一个体系的转换 好 再来看主梁啊 再来看主梁 主梁的话 说零号段 起两旁的梁段 在支架和塔下 拖架上交注的时候 你看不就是什么呀 就说的是支架法施工嘛 好了 这是我们的拖架 对吧 我在上面交注零号块 然后呢 交注一号块 不一样吗 所以呢 我们要消除什么 消除温度带来的影响 弹性和非弹性变形 啊 这样的话 会对我们的施工的质量呢 造成一个影响 其实说白了就是 我们如果用的是拖架 要提前呢 给它做什么 做预压 来消除非弹性变形 获得弹性变形的磨量 进一步呢 调整这个拖架的标高 保证我们这个梁呢 在统一的线性上去 避免呢 施工呢 造成不良的影响 啊 当然还有一个温度 因为你这感觉呢 受到温度的影响呢 也会发生热胀拢缩 那进而的话 会对我们这个标高呢 也造成影响 所以呢 要提前呢 做好相应的验算 啊 做好相应的验算 好 再来看 如果是悬臂交注的话 如果又是挂栏 你想想 挂栏这个地方的话 不就说是吗 我们在进行挂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挂栏制作完了之后呢 要进行检验和试拼 我们的挂栏是进行工厂制作 现场组拼起来的 所以说做好了之后 我们先去做视频 视频一下检验 检验这个挂栏呢 没有问题 再运到现场进行整体的组装 好 组装好了之后呢 要干什么 要去做预压 为什么要做预压 消除杆劲的非弹性变形 获取弹性变形的模样 等等 不一样吗 跟其他说的都是一样的 只是换了个位置 你又不会了 好 然后呢 要考虑到抗风的一个刚度要求 风吹了之后呢 不要发生变形 如果是拉锁在张拉 要对称同步进行 同步进行 你看这是我们的塔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拉锁 如果要张拉的时候呢 要怎么 要对称张拉 如果说是一边大 一边拉了 一边没有拉的话 那怎么 就会往这边 往这边拉了 往这边拉的话 会造成呢 这个塔呢 跟着往这边斜 会造成一个位移 然后呢 内部呢 受力呢 也是不均匀的 所以那要怎么 要对称进行 对称同步进行 还没有到 我讲完 讲完那个斜拉桥啊 主要的内容呢 是检测什么呀 在施工的时候呢 要检测 第一个 检测它的变形 检测什么 主梁的线形 就是它的纵向的走向 是否满足要求 第二个高层 也就是它的标高 是不是在统一的平面上去 然后呢 轴线的偏差 什么 中心线是否修歪了 锁塔 安装上了什么 安装好了 那个我们的 拉杆了之后 受了力之后呢 锁塔会不会发生位移 这是我们的变形 再来看硬力 硬力的话 第一个 拉锁的锁力 就是我们的斜拉锁 它的力 第二个呢 支座受到的力 一个 两塔内部的硬力 发生的变化 温度 就是这个呢 不用管了 温度就不用管 就是我要讲什么 变形 硬力和温度 变形 硬力和温度 你就按照我们前面 那个地方讲的就行了 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细的 如果说非要考到这个点的话 就按照我们前面的挂篮 那个地方来走就行了 就按照前面的支架法 那个地方来走就行了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 来看一下拉锁施工 其实我们把塔安装好了 一边挂梁 一边呢 挂锁 啊 修一段梁 挂上一个锁 修一段梁 挂上一个锁 啊 好 那这个拉锁 那这个拉锁有什么呀 有平行的钢筋锁 它是里边呢 是钢筋 有平行的钢丝锁 这个钢丝的话 一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杜心的钢丝啊 杜心的钢丝 大约呢 是七毫米 好 还有什么 还有钢脚线 就是把钢丝呢 给它拧成一股 组成钢脚线 还有什么 还有单骨的钢脚锁 啊 还有单骨的钢脚锁 好 还有什么 还有封闭式的钢缆 啊 那都是用的是一些杜心的钢丝来做的 这个地方也不要大家去掌握 你就知道我们这些拉锁呢 有什么的东西就行了 啊 有什么的东西就行了 好 那你看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塔 我们这个什么 在这个塔上呢 连接了我们的这个拉锁的一端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梁 我们在梁的一端呢 连接了我们这个拉锁 对吧 最后呢 把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 啊 连接成一个整体 好 锁体的防护与安装 这个斜拉锁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啊 因为时间长了 你看我们下面 要么是钢丝 要么是钢筋 要么是钢脚线 它容易被收到风雨的一个什么 锈石 时间长了会发生损坏 所以要做好防护 防护有什么 有封闭起来 有什么 有塑料 套 还有什么 还有套管往里边压浆 还有什么 用用力混凝土进行锁套 还有直接挤压护套 就是外面的给它放上一个防护套 来保护它 不至于受到破坏 不至于受到袖势 啊 也是这样 了解即可 不要求你去掌握 你就听我的就行 啊 听我的就行 我要求大家掌握的 就是前面的施工 啊 前面的施工那些地方 啊 你来看它考试这个地方怎么来考的啊 考的比较简单 就说滑膜和爬膜两种施工方法相比 哪种方法呢 更适应于本桥的塑塔施工 讲什么理由 还要配备哪些大型的施工机械 我们来看一下啊 施工单位呢 重建了一座独塔双锁形小压桥 主桥呢 是这个桥面呢 宽21.5 才用方尖碑式锁塔 塔尖呢 为四楞 锥形啊 下面呢 是这么多 桥面以上的等等 在施工的时候呢 根据本锁塔的特点 对滑膜和爬膜呢 进行了逼选 最终选择适合本桥的施工方案 试图呢 如图所示 好 你来看一下 就问你我这种的形式 我用滑膜还好呢 还用爬膜比较好 因为是变形了 对吧 变形的话 所以呢 怎么办 所以适应于啊 爬膜 对吧 你可以这样来写呀 啊 因为这个条呢 它属于这个锁塔呢 它属于变形 而对于我们的滑膜 如果说倾斜角度比较大的话 是不适应于的 而爬膜呢 比较灵活 适应于各种施工 那所以呢 优先选拔 那要配备什么的施工机械呀 就按照我前面给大家讲的 配备什么呀 配备 塔雕 施工电器 混凝土的 那个胶柱装备 混凝土的养护装备 还有什么 积水设施 对吧 但这个地方显得呢 不是很对啊 爬膜更合适 啊 爬膜呢 它怎么 要求高 因为这个地方 一般是倾斜 较度比较大 不适应于用这种方法 而爬膜呢 它比较方便 比较用的呢 比较多 那用的是塔雕 施工电梯 这个地方写的不是很对啊 有混凝土的输送泵 养护设施 还有个什么 积水设施 按照教材来答就行 按照教材来答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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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